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跑跑圈 玄斌和孙艺珍虽然出道近20年 却直到37岁才等来久违的合作 观众盼望得太久,他们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但错过的青春时光,两位大咖并不是没有半点交集 玄斌孙艺珍首次合作协商互相欣赏 才能同行,才会被缘分眷顾 在合作电影协商前,玄斌和孙艺珍都在默默关注对方 所有的电影或者电视剧都已经领略 哪怕近20多年过去,依然记得对方在剧里的角色 被问玄斌在我的名字叫金三顺你的爱情是什么时 孙艺珍不假思索的回答,三直 被问孙艺珍在早年采访中是如何机智回答 为什么没谈恋爱时 玄斌也毫不犹豫地道出了正解 没有遇到喜欢的人 孙艺珍早年采访片段 在这段采访时,玄斌和孙艺珍并没有熟络 但可见两位的默契 步调一致的两位能够遇到是多么的幸运 三观一致的他们自然有聊不完的话题 说不完的话,才有了一起逛超市被拍的亲密瞬间 这可是孙艺珍出道20年来的第一次绯闻 玄斌是第一位绯闻对象 媒体当然不会错过 但遗憾的是被两位很快否决了 不是恋人,生死情侣,能够做一起逛吃逛喝的朋友 这样的关系也不错 孙艺珍和玄斌国外逛超市被偶遇 其实,玄斌和孙艺珍的缘分很早就开始了 年轻时期的玄斌一直渴望和期待能和前辈孙艺珍合作 可以说是他的一枚资深粉丝 其实玄斌在孙艺珍的缘分早在18年前就开始了 22岁的玄斌刚刚凭借阿尔兰展露头角 有幸参加了前辈孙艺珍和郑宇胜主演的电影 《我的脑海里的橡皮擦》的VIP是音辉 那时的玄斌也是郑宇胜的谜底 16年前,玄斌提到前辈孙艺珍会脸红哦 初出忙碌的玄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媒体问 期待和前辈孙艺珍合作拍戏吗? 她一脸娇羞的模样让人印象深刻 回答当然是期待 虽然两位都是同龄演员 但那时的孙艺珍是高不可怕的女生 清新又靓丽的她已经是凭街电影 假如爱有天意,一跃成为国民的初恋情人 成为无数男演员们争相合作的对象 包括玄斌 遗憾的是,15年过去 玄斌和孙艺珍都未能有机会合作 甚至连一次广告合作都没有 那些错过的青春年华 两位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深耕 向演员孟进发 成为了顶流中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员后 势均力敌的两位 终于在32岁时迎来了首次同框的机会 2014年 孙艺珍和玄斌盛装出席了18届 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的开幕式 当红坛主持人分别介绍两位时 厂下的观众都欢呼成了一片 巧的是主持人用成熟而稳重和闪闪发光 同时形容两位大咖多么有魅力 巧的是 玄斌刚坦言自己没有结婚计划 缘分就安排他和孙艺珍相遇了 当晚两位大咖竟然是相邻而坐 成为了全场焦点 坐在心里已久的女神旁边 玄斌难言喜悦之情 但碍于孙艺珍当晚的着装太过性感 连正眼都不敢看 更别提和对方交谈了 玄斌和孙艺珍世纪同框 更巧的是 两位都获得了当晚的中量级奖项制片人选择奖 当同时上台领奖时 还发生了令人寻味的一幕 在上台阶时踩着恨天高的孙艺珍 小心翼翼的低头走着 一旁的玄斌突然回头看了一下孙艺珍的脚 一下绅士的他 似乎想去缠扶一把 但又碍于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太生疏 他只好静止往台上走去 在领奖台上 两位以前以后发表着获奖感言 但有一句不谋而合 那就是用更优秀的作品回馈大家的期待 当晚的灯光是紫色的 两位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像是大写的浪漫儿子 外表冷漠 内心却挤了波澜 四年后 37岁的玄斌 一席记得这个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不过 那时的孙艺珍正在努力转型 可能是拍摄了大量动作戏和悬鱼剧的缘故 第一次同台颁奖时 孙艺珍的脸上略显疲惫 也正是这一点 当玄斌再次看到孙艺珍时 常常忍不住感叹 原来艺珍这么有活力和魅力啊 电影协商发布会上被问 为什么会接拍这部电影 两人的答案也是不谋而合 因为对方就是悉尼已久 想合作的演员 那么早就被制片人看好的一对 居然四年后才开始有机会合作协商 但世间所有的相见恨晚 都是恰逢其实的 不早不晚刚刚好 这个时期的玄斌和孙艺珍 都处在人生最好的阶段 不管是心境还是格局 都已经趋于平静 虽然协商是犯罪片 但两位的CP感对观众而言 却是致命般诱惑 意犹未尽的两位 也渴望能再次出演 退伍后便再也没接拍浪漫爱情剧的玄斌 心中也再次燃起了想和孙艺珍 共同谱写爱情经典的梦想 强强联手 超强CP感 有话题 有口碑 有品质 一年后两人谱写的爱的迫降 强势登榜首 成为了历代TVN收视冠军 这个结果都是时间给予玄斌和孙艺珍最好的馈赠 那些年 孙艺珍和玄斌擦肩而过的时光 让人回味 六年前 主持人串联起两个人的名字的那一刻 依旧让人心动 随着电视剧的播出结束 剧组也举行了庆功宴 玄斌孙艺珍等等一众主演 都纷纷现身 让大家再次一饱了眼福 从保姆车上下来的孙艺珍 一身裸色的高级装扮 让整个人更加肤白貌美了 披肩的长发搭配裸装 也是增加了不少的年轻味道 腰间一条黑色的腰带 轻松地打造了超模的身材比例 也是让人十分羡慕 而玄斌也是一件裸色的大衣现身 和孙艺珍看上去很有情侣装的感觉 让现场的不少CP粉们可是柔维地激动了 内搭的一身黑色装扮 让玄斌更加的利落潇洒了些 而比起在剧里的她 现实中的玄斌似乎更瘦了一些 脸型明显的小了一圈 让整个人也是更看精神 之后在饭店里 两人脱下大衣的装扮 也是柔维的赏心悦目 孙艺珍一身的淡雅装扮 让整个人更加温柔了 站在一身黑的玄斌身边 更是凸显了整个人的优雅气质 而玄斌脱掉大衣后 整个人就更加帅气了 皮衣搭配高领针之衫 多了不少牙皮感 站在孙艺珍旁边 两人的CP感就更加的强烈了 因为这部剧 让玄斌和孙艺珍 两人在不少人眼中 都尤为的搭配 加上两人 不管是在地位 颜值上都十分的相搭 而且玄斌和孙艺珍 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所以默契更是不一般 连互看的眼神 更是充满了爱意 难怪剧情刚刚播出的时候 全网就请求两人赶紧在一起 这样的情况也是和当年太阳的后裔 双宋的曾经的偶像巨士的爱情童话 极为相似 只是不知道两人会不会真的假戏真做 如果玄斌和孙艺珍真的在一起的话 相信大家一定会十分开心的 而在大结局还没播出时 就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了自己为两人做的P图 照片的原图是孙艺珍玄斌和拍的大片 两人怎么看都是配一脸 而网友在原片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 一家四口的合影真的让大家看着柔微的羡慕了 而不少人也期待着大结局中 两人最后真的会有一个四口之家 虽然最后的结局和大家期待中的不太一样 但对于不少人来说也算圆满了 只是主角一年只见两周 真的比牛郎之女还惨呢 但是现实中的玄斌和孙艺珍 真的算是赢得了大满贯 不仅事业再上高峰 大结局更是打破了TVN历史最高 更是赶超请回答1988和鬼怪 在玄斌的演艺事业上 绝对算是可以比美秘密花园的有一神作 也是玄斌退伍以来打的一场最漂亮的翻身仗 期待男神未来的大爆发 真心希望两位优秀的人能够再次合作 共创佳祭登上事业巅峰 缘分的事不负彼此 不负此生就好 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 即便不能将命中注定的缘分延续到戏外 但两位留给观众的美好瞬间也足以弥补遗憾了 你们说呢 虽然最后的结局和大家期待中的不太一样 但对于不少人来说也算圆满了 只是主角一年只见两周 真的比牛郎之女还惨呢 但是现实中的玄斌和孙艺珍真的算是赢得了大满贯 不仅事业再上高峰 大结局更是打破了TVN历史最高 更是赶超请回答1988和鬼怪 在玄斌的演艺事业上绝对算是可以比美秘密花园的有一神作 也是玄斌退伍以来打的一场最漂亮的翻身仗 期待男神未来的大爆发 真心希望两位优秀的人能够再次合作 共创佳季登上事业巅峰 缘分的事不负彼此 不负此生就好 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 即便不能将命中注定的缘分延续到戏外 但两位留给观众的美好瞬间也足以弥补遗憾了 你们说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